今次提目给到我们的2G条件 就是一条不定方程组 不定方程是什么呢? 也就是提目给到你方程的数目 也就是在这条题目里面有两条 1和2 是少于提目所给你的未知数数目 我们有三个未知数 既然是这样 也就是我们没有方法可以找到这三个 X、Y和Z各自是等于什么数字 因为方程的数目不够 话虽如此 但我们仍有方法可以用一个未知数 去表达另外两个 这就是我们今次要做的appos 具体地说 我们看看X前面的系数 在第二条方程里面 前面这个系数是1 在第一条方程里面 前面这个系数是4 那就可以用我们平时 处理方程组的手段 去解决这条问题 具体地说 如果我们将第二条方程 乘以4 然后减第一条方程 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做一做 如果第二条方程乘以4 就会变成4X加8Y 减4728 28个Z 等于0 然后一式就是4X-3Y 然后减6个Z 这个等于0 那所以呢 所以 y呢 解到出来呢 就会等于2个Z 然后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代入 在第二条 将这个 取得出来的东西 就可以代入到2 那为什么选择2 呢? 纯粹选一条 和2的样子 好像简单一点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 X加2乘以2个Z 减7个Z 就是这样的东西 等于0 那所以我们一眼关七 那我们就会出到 X 就会等于3个Z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搞定了 那 这条题目呢 那我们可以将Y 和Z 和X 同时以Z 来表达的话 那这条问题就已经做完了一半了 那剩下的一半呢 就是要解这个值出来 那这个值呢 相对地就容易解了 那 有分子分母 那 先看看分子呢 就是2乘以X的二次方 也就是3个Z的二次方 那下面呢 又是3个Z的二次方 然后加3 下面加5 然后到Y Y就是2个Z的二次方 那 然后加6 加7 最后就是Z的二次方 那 那 之后呢 这里就经过少少的代数运算 那这个就交给 那么多位论者 或者观众 那 自己可以乐手计计的 那 如果计算出来呢 就会发觉 上面的分子的部分 会等于分母的部分 那所以出来的最终答案呢 这一条数呢 就等于1了 接下来的这一条数呢 那 那 我们又是看看这个耳资条件 那这次耳资条件呢 就鬼死那么长 那 然后又算这一堆东西的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拿个耳资条件出来 搞搞震的 那 看看会不会有些 新的Hints 给到我们了 那 如果我们拿这个耳资条件 搞搞震的话 那其实 因为 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了 那 基本上呢 就拿出来 开刀 也就是拿出来开方的意思 那 如果真的 开了方 做了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色 2X的平方 加2个Y的平方 加2个Z的平方 那 然后 减2个XY 减2个YZ 再减2个ZX 那这些东西等于0 那 然后这些东西还可以化 那 那就可以化成为 X-Y的二次方 再加Y-Z的二次方 那 然后再加Z-Y X-Y的二次方 那是等于0的 那 然后 到一个经典的讨论 那就是 这三个 由于它们全部都是二次方的关系 那 它们 因为二次方出到来的数 亦是大过0 亦是等于0 那 所以二次方 我们就可以叫它做非负数 那既然三个非负数 加上 都是要等于0的话 那 也就是间接 夹死了这三个数 都需要是等于0的 那 那一句可能大家需要 就想了 我们凡是遇到 那些非负数 如果它们加上 全部都等于0 那 那非负数有什么呢 可能会是绝对值 又或者 是好像这条题目一样 是二次方的 那 绝对值和二次方 都是非负数的 经典例子 那 如果我们有一串非负数 加在一起 是等于0的话 那 也就是意味着 非负数里面的所有项 都会是等于0 那 也就是x-y的平方 这个是等于0 那 我在这 跳过了一个step 也就是象征着 x-y等于0 那 那 同样道理 那我们就会有 y-z等于0 和z-x等于0 那 综合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有这个终极的结论 就是 x-y等于0 也就是x等于y 那 y等于z 那 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 然后呢 厉害了 我们既然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只需要代入到这里 那 这条题目就是这样做的了 那 如果我们代入了下去之后 我们会有些什么呢 那 很简单 你选一个英文字母 我们把它全部代入去 那 例如我选x 那 y 和z 都是等于x 那 也就是呢 那 第一个括弧呢 就会变成x的平方加1 那 你发觉呢 第二个括弧呢 和第三个括弧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 然后下面呢 x的平方加1 就是有了 那 y的平方加1 和z的平方加1 那 都会变成x的平方加1 那既然是这样 这里已经画公仔 画出场了 那 所以呢 今次这条题目 要我们找的这个值呢 就是等于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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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